中天今晚在您独家直集台中汉西的一座桥下 散落了五六百只的废弃针筒以及不明的玻璃药罐 疑似是医疗废弃物 每走一步呢民众就很可能会踩到针筒或药罐 全堆在桥下没有人清理 不知道是被大水冲刷下来还是有人恶意丢弃的呢 这样大规模的医疗废弃物还得要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 一大片的废弃针筒玻璃药散落在桥面下 至少有五六百只 另外像这一种没有写上名称的药袋半埋在草丛里 看起来就像医疗废弃物 走近一看地上这些针筒堆立的像小山 有粗有细旁边还有俗称的大象征 散落一地的药罐都空了 观看上头的英文标签没有办法辨识是什么药剂 数量多到每走一步不是踩破药罐 就是踢到针筒 带您重回现场可以看到呢 在桥面下的数百只针筒呢 是还在这边没有清除掉的 那么呢记者每一步其实都走得非常的小心 就是怕呢被突出的针筒给刺伤了脚 废弃针筒所在的地方 就在台中汉溪沿线桥下 再往上游追查会经过北区北屯区 拿到这些针筒会是被大水冲下来的 新的就可能不像 但是你说丢的哦 有没有看到很大的塑胶带 就是死 何传帝桥面下 连道场的鸡茶人员都说 没看过这么多针筒和药罐 究竟是淹水造成了 还是有人恶意丢弃 这些医疗废弃物得要相关单位 进一步追查 这是李某张鲁林台中采访报导